Hello 大家好 有没有看出来呢 这个视频跟上个视频呢 是同一天录的 今天的视频主题呢 就是 登登登登 Dr.RVL Ghost 我用下来的心得 我之前呢 做过这个机器的一个 first impression 发到那个视频之后呢 经常会有人就说问一下 说这个机器怎么样啊 它能不能这么用 能不能那么用 适不适合这种人 适不适合那种人 我就想说 我也买了有半年的时间了 然后也用了有半年的时间了 把我用这个机器的一些心得 一些想法 分享给你们 第一点的话 就是它的价格 它是有天猫旗舰店的 它天猫旗舰店上这个款 因为它不是最新的款 所以的话 它的价格 其实一直是处于 一个下跌的趋势的 我买入的价格不便宜 因为我不是在 天猫旗舰店上买的 我是自己找一个 很心得过的代购买的 我自己买入的价格 是六千多 六千四百八 还是六千多少 天猫旗舰店 之前的价格是 五千多少 八十八 五千三百八十八 还是五千八百八 反正现在的价格 基本上稳定在 四千八百八 然后时不时 还会有一些活动 那当然是像什么 双十一啊 双十二啊 这样那样活动来是 更为划算的 你就自己就是 拿捏一下 看一下说 在哪里买 因为这是比较老的款了 一些比较正规的 就是那种 院线供货的那种的话 可能价钱会比 天猫旗舰店便宜 那么一丢丢 第二个问题 选择机器 我是为什么选择了 这一部机器 比较多人选择的是 Miss Arrival Ghost 以及那个最新一代 Zoose Zoose 我第一个pass掉它的原因呢 那是因为它太贵了 带钻石版的 当时是一万两千多 它就是没有钻的 那个好像也要九千多 上万块钱 然后你要加上一些 你平时用的精华 什么的 就肯定是过万了的 所以我觉得过万了 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面积 Zoose那个头 就这么点大 比起它来 真的说小很多 特别是还有个 采光的模式 是用这边来照的 我想要享受到 更多它的采光 那肯定是要买 这个头比较大一点的 为什么不买Miss呢 我觉得Miss跟Doctor 有点像是大牌的一线 跟副线的这种区别了 功率上面的呢 会比它的稍微弱 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我既然要 砸这笔钱了 我就想说一砸砸到底 把它买一个 就是功率更大的 我自己感觉 用起来的效果的话 应该也会更好 那说说它的优点 就是他们家的机器的优点 然后就是一个 属于比较高端的 家用的仪器 它一步就可以囊括了 很多部机器的功能 我虽然很爱用机器 但是我不是几十个机器 在家里就是开补物馆一样的 但是我就想说 贵一点就贵一点 一步到尾买一个不错的机器 我可以用比较长的时间 买了这么久回来 我是没有揽下来用它 因为它在我的脸上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果的 我再说说它的缺点吧 就是我自己用下来 这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有一个 怎么说 这个MP3的模式 我完全不知道 它存在的意义 它是作为一个家用的机器 难道我像是 孤方之赏存歌在这里面 然后按脸的时候 按开这个MP3 然后在这里 哎呀 我一边享受人生 一边听歌吗 不会的 我一般都是一边 看视频一边做的 而且这个它有采光的模式 不能对着眼睛 我一般是逼着眼睛 撸脸的 所以它这个音乐 对我来说 完全没有效果 你不如把一个 更方便的那个 功率 就是一个功能 把它提取出来 取缔掉这个MP3的模式 的确 它在ZOOS的 这部机器上面 是做了这个改善的 它呢 是把MP3这个功能 给取缔掉了 然后在MFIP模式里面 有个叫EMS的模式 把那个EMS的模式 单独拎出来 就是取缔掉了 MP3这个模式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一点不足以打工 我掏钱包 所以我还是没有买 那个ZOOS 我觉得既然 MFIP模式里面 涵盖了EMS的模式 我就没有必要 就是说 单单为了那一个EMS的模式 去花多几千块钱 第二个贝尔诟病的 就是它是个脱线的 我个人还好 我仪器 我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反感 仪器嘛 难道你是要 边用仪器 边去做家务吗 我觉得有没有线 其实对我来说 不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 人家说它是缺点 我倒是 没有觉得它是个 很大的缺点 那第三的话 人家说它大 但是其实它是有用的 它这么大 它比MISS ARIVAL GHOST 要大 但是呢 MISS ARIVAL GHOST 是只能做脸的 这个可以做身体 但是 我从来没有拿它做过身 就会有很多人想问说 适不适合 如果你有什么做牙呀 然后脸部的一些 就医美类的东西的话呢 还是要就是 尊下医嘱 就是问医生比较好 就比问我要专业 我又不是医生是吧 它是说要取掉 所有的金属配饰的吧 我有好几次 没有拆耳环 你知道我之前耳朵 要三个耳环 我是不拆的 我就洗澡也带 睡觉也带 有时候就会忘了 拆那个耳环来用机器 真的会感觉到就是 不知道怎么说 就感觉被垫到里面的 很难受的那种感觉 但是拆掉了耳环做呢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的个人建议就是 如果你们是有带首饰的话 最好是要把首饰给拆掉 然后还有就是 我买这个仪器的初衷的话 我并不是说什么 要碰苹果机之类的 我主要是做脸部的提拉 因为我之前在上一个视频 就是上个讲这个仪器的 视频里面也说过 我当时买这个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感觉我脸垮了 就这边的脸 用了一段时间 经我自己心理 自己心理反应 以及别人反馈呢 是这个机器是真的有用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脸部有一些夸 然后你想要提拉的话呢 这部机器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其他部分你问我说 有没有看到很 很敬畏天然的效果 可能我自己也没有那么注意吧 就因为我的 我对它的期望就是 它有个提拉的效果 的确提拉的效果是非常好 那有的人呢 会问像什么 Triple Anew啊 那种社评类的仪器 跟它去选哪个好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仪器 这个仪器它主要是 那个电流做提拉的 像那个Triple Anew啊 它是给你的那个 胶原蛋白增生的 也不是增生吧 听到怪啊 就是增加你的那个胶原蛋白的 所以这两个本质上 是不同的东西 是不可以相比较 像Triple Anew那种 社评类的仪器呢 它是通过增温 让你的脸部 就是自己产生 那个叫什么来着 胶原蛋白 但它的主要是提拉 我说它能不能去纹路 就能不能去法令纹 去这个纹路 去那个纹路 我只能说 正常的一个皱纹 它一旦形成了 是没有办法去掉的 你只能改善的 要做的就是预防这个 纹路产生 它的模式的话 会有很多 UP模式就是Ultra Pose 就好像这个四个点 这样子揪着你的脸 提拉上去的这种感觉 它有四档 像很多人说 耐受性没有那么强 或者觉得很电的话呢 可能开一档二档 然后或者说稍微 就是耐受一点的 就三档四档 我是一上手就开了四档 我没有觉得 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然后MFIP这个模式呢 也是四个档位 那它的话呢 就是有点像这样子 就是在你的脸上 这样子 这样子弹上去的 那么Ultra Pose 就是UP这个模式呢 是基本上你一周 最多用个两三次 就最多最多的了 那这个MFIP模式呢 是可以每天使用的 有的人呢 就是觉得效果强 要放的大一点 但是又有点 接受不了它的 那么重 就是那么强的电流感的话呢 就开它们任意模式的时候 你就按下面这个VR 这个选项 VR呢 就是一个震动的选项 然后这个就可以 减弱它的电流感 就让你更快的适应 它的这个电流感 我是没有怎么用过VR的 因为我很能接受 它的这个电流 LED呢 它一共有五种灯光模式 第一种是红的灯光 是主要是针对提拉的 第二种是蓝的灯光 主要针对脸部的修复 绿灯呢 是美白啊 提亮啊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 它有个全亮 就是全部灯都一起开的 那一种 一个全面护理 那如果你不想 就记那么多 就想要省事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开全亮 那还有一个全光闪烁 就是全部灯都开着 但是它一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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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促进吸收的 那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红灯和绿灯 会用完这个灯光之后呢 我会用那个闪光的 就是让脸上的精华 吸收进去 做这个机器的频率的 我们是差不多一周 做五次 两次是做UP模式 然后其他三次 是做那个MFIP的模式 灯光的选择的话 看中就是当下的皮肤状态 有的人就经常会问 我搭配什么精华 或者说用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替代 官方的声称是 它不可以配其他的精华 但是本质上的话 我是不相信说 只能用他们家的东西 那么我个人的话 用的都是自己配的东西 我用下来 效果一样还是这么明显 这常用的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喷雾 因为你不能让脸上的精华干掉 一个呢 这个你不要看 它是自身上的瓶子 我里面灌的是紫苏水 因为它的喷头喷出来很细 所以我就灌在这里面了 它比较的清爽 我平时用的最多最多的呢 是这个 Lapuri的蓝水 我是拿那个MUJI的瓶子 装在里面的 代购它是做演示的时候 它是用的Lapuri的蓝水 所以比较保湿 就真的是脸会做完之后 会比较的滋润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Lapuri的粉水 我装在那个 明创油品的这个瓶子 这个瓶子很垃圾 你不要去买 真的很垃圾 它喷出来的是喷枪 真的很难用 Lapuri的粉水呢 它用起来 它的味道没那么好闻 但是它会更滋润 更有一定的 一定的 我不是说它是 完全是做美白 它有一定提亮美白的那种 效果 要去买一个专门的喷雾 没有什么必要的 最常用喷雾 就是这三个 卖给我机器的那个代购呢 它自己也有几个 就是很推荐的组合 就看你的重点是什么 我当时买的时候 我跟他讲了 我说我主要是感觉连垮了 我要做提拉 然后他给我 推荐的就是这个 这个叫Lainax 日本医院的一个那种 医美品牌 叫做莱奶康还是什么的 他们家的那个 胎盘胶囊还是蛮出名的 就什么马胎盘 猪胎盘什么胎盘都有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胎盘原因 也就是主要是 他跟我说是针对提拉的 我感觉我其他配的精华的话 在提拉方面好像没有那么强 对了 PS你们有没有人吃过 他们那个脚囊 我真的很想吃 前阵子我的YouTube 给我推送了一个香港的博主 就是讲他手上的射频仪器 RF射频仪器 他有推荐一个 就是射频仪器的替代胶 一个香港产的牌子 叫做采风行 他们就在院线里面 做热马机都会用到的 非常便宜 这两个一起买 然后加上运费 又才一百多块钱 他这一款的话呢 是维他命B5的一款凝胶 然后这个呢 叫什么MC2去斑导电折离 我一般的话会用这一款 就是维他命B5的比较多 因为它是比较保湿 配合这个仪器 这个还是蛮好用的 如果你想用芦荟胶的话呢 可能比较容易干掉 就没有那么好 它就是这种透明的折离质地 它又不会像那种 摄瓶仪器的那么粘稠 它干掉的速度又很慢 它导电的效果又很好 它用在我这个电流的仪器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像它这个去斑精华的话 我一般是用在那种 比较偏美白向的 因为去斑的多少 都会有一点点 那种美白方面的疗效 这三瓶都是Dior的 然后是那个什么 Capreuse系列 然后这个是Leaf Sculpt 它是有一定的提纳的功效 那我用的最多的呢 Glow Booster这一款 那这一款的话呢 它是让你的脸比较光泽 就是焕发光泽 就比较亮一些 就是提亮的那种感觉 如果没有感觉脸垮的话 我其实比较注重的还是 就是让脸看着比较提亮 比较明亮一点 第三个呢 Pump Filler 然后这一款的话呢 就是让你的脸稍微的蓬起来 就比较蓬润一点的那种 这三个精华的话呢 第一就是价格不算特别贵 三个加起来就2000多港币的样子吧 在精华范畅的话 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用在机机上 个人用下来 它的效果还是蛮强的 基本上 一小块脸用一蹦就可以了 美白方面的话呢 我就会平时用 我自己最爱用的美白精华 就是这个SK2的小灯泡 如果我是要开那个美白灯 就是那个LED开那个绿灯的模式的话呢 我会开它 那有时候 因为它会比较干 它这个美白精华是会比较干 我一般的是会加上这个 Haba的 Whiteness Squalem的这款油 它用完的话 脸真的很亮白 像刚刚那个 SK2的话是去黄 那如果你想要比较强劲的美白的效果的话 你可以搭这个Motiderium这个牌子的两款 比较偏美白的吧 一个是Skin Complexion 还有一个是Photo Age 差不多就三分之一的 这一个Skin Complexion 加上三分之一的Photo Age 然后挤在一起放一边的脸 然后照那个灯 照到它差不多吸收了之后呢 就再挤三分之一 放在另外一边脸 然后是额头 它的那个美白提亮的效果 会比SK2加上那个Haba的油 要更加的明显 如果你的脸是没有那么耐受的话呢 可能会有点红红的 就像SK2配那个Haba的油 是稍微温和一点 然后这个是更强效 但是会更为的刺激一点 它本身就是这种浓缩的安平精华 它本身的效果就比正常的美容的 美白的那种精华要强劲很多 然后你再配合仪器吸收的话 它其实是会更为的强劲的 最后一个精华 但是我也不是每一次都会用的呢 就是这个Clarence的小绿瓶 就是Booster Detox 这一款的话 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合用嘛 就是喝酒啊 然后抽烟啊 都会就是给皮肤带来一定的损害 这个就是等于说是给皮肤排毒的 那么因为它本来就不可以滴很多 它不可以单独使用 所以呢 我一般是在做那个全灯闪烁的时候 就吸收了那个全灯闪烁的时候呢 我会加几滴这个 然后让整个脸就吸收一下 做完机器的话有两个步骤 第一你要清洗这个头 因为它这个是金属头 如果你要是不把上面的东西给清理掉的话 很容易氧化 一旦氧化了 你这部机器就可以换一步新的 你用完之后呢把它得清理干净 就不要让上面残留一些护肤品啊 然后特别是个金属头 不要残留这个护肤品 好好养护一部机器呢 延长它的寿命 那护理完机器呢 就是要护理你的脸 一般这种机器做完 无论是射平了仪器 还是什么类的仪器 还是灯罩了仪器 其实做完脸 你后续好好护理好了的话呢 就会让它的效果更上一层 你可以选择敷睡眠面膜 然后或者说就是敷一个比较纯粹的 比较保湿的那种面膜 我个人最推荐的呢 是富尔加的这一块 富尔加的这一块 我觉得我从买回来开始 我就一直在推荐它 因为它的成分就比较简短 它的效果就只是一个补水的面膜 我就是每次做完仪器的时候用 像很多仪器 什么扁震机啊 射平仪啊 还有这个我刚刚说的 这个电流的机器 其实你就是弄完之后 你敷一个比较纯粹的补水的 我是比较推荐那种成分 很简单的面膜 在你做完机器之后使用 这个机器做完的话 当晚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到 皮肤非常的滑 小男的话之前就说 他用那个Miss Areable Ghost 你用完之后 脸上苍蝇会打滑 就在脸上爬的话 苍蝇都会打滑 这听起来怪怪的啊 就是那种恶心美感 但是呢 它的确是你摸 就是你在做机器之前摸 和你做机器之后 就敷完面膜之后再摸 那个脸的那个滑的程度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这个仪器呢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皮肤问题 或者说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想要脸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效果 如果你是说 要什么去纹路的话 说实话 这个仪器不适合你 因为它比较厉害的 还是作为提拉的 这么一个产品 第二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很清楚 自己要什么的话呢 你买任何仪器 都只是浪费钱 然后第三 你要坚持做仪器 任何的仪器 贵的也好 便宜的也好 你一定要长期做它才会有效果的 买来到现在为止半年了 我觉得这笔钱呢 还是很 你要我说它死得起锁吧 它是死得起锁 但是我不能说它的性价比很高 它真的是不非常贵的仪器 我一直很心动的一点 机会都是给准备好钱的人 我还是觉得 这部机器是很值得投资的一部机器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 希望呢 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你们 让你们做到一点关于这个仪器的功课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